我要提醒大家要平时就关注自己的健康状态 根据国界署统计有超过三成七 大约是71万的41岁以上民众被检出有代谢症候群 都会面临三高的这些慢性病危险 健康真的很重要 歌手朱立静传出乳癌病逝的消息 让很多亲友们都相当的不舍 而新座专家唐启阳本身是朱立静的表姐 在昨天开直播也好几度难过哽咽到说不出话 政治话题带你来看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在今天拉着行李箱正式搬到高雄 预计这两天就会牵户籍 而他第一个证件是反霸凌 但是国民党在苗栗项的提名看来是不太顺利 虽然说党中央已经征召了人选 但是却是在党内有人不服 像是中东井他就说有很多人都力挺他 还说有人向党中央说了不该说的话 希望一切回归公平机制 现在国际原物料价格攀升 其实民生物资变贵了 大家也是有感触的 有民众发现在美式卖场的卫生子就三度涨价 很多人说真的荷包吃不消 这一涨已经涨了超过20% 外送员有多辛苦呢 张化市在这边下了一场大雨 结果现场跟淹水似的 由外送员接单了送三杯饮料 他真的使命必达 就算是淹水 他穿着雨衣穿着假脚脱涉水送餐 途中鞋子还掉了两次呢 好不容易送到了 但是买家居然不要 你是足屋足吗 厂长会碰到房东有一些县令 不过我们要带你来看在新竹的竹北 去出现特有的县工程师才能租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对情侣啊 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 说交集联呢 被八位房东拒绝 原因是房东听到他们并不是工程师 就说不好意思不租了 当地的房仲也说 房东特别喜欢挑工程师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不过现在说到房市 热度还是不减 也加速了 城屋去化 我们来看这个统计的数字 是2021年的下半年空屋的统计 跟去年上半年 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了 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呢 其实跟去年比起来 当然也是越来越少空屋率呢 我们来看看110年下半年是8.66% 上半年是9.14% 那么再往前进啊 其实都是9%左右 显现现在空屋率的确是少了还蛮多的 尤其是双北地区 还有像是新竹 目前看起来都会区的需求都是蛮强劲的 代表很多房子都卖出去了 可是呢 这是一般民众的想法嘛 但是如果口袋不够深的呢 还是只能够观望 加上现在其实工啊 料啊 成本都变高了 那么对于很多的建商来说 真的压力还蛮沉重的 现在很多的烂尾龙 不是也常常听到吗 业者就喊苦啊 说现在真的感觉好像是盖越多 赔越多 可是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但是的确哦 近年的营造工程的物价指数 看曲线就知道咯 是一路的往上狂飙 所以建商就开始要想办法 去调整一下他们的盖房策略咯 如果他们本身呢 是有营造背景的 那还好一点 自然会有一些优势 就会改成先建 后售 成本确定之后再开卖 或者呢 是保留余屋 把成本是挪到最小 获利最大的 甚至还会有这种策略联盟的方式呢 大家一块去开发土地 希望能够让个案的风险最小化 这是现在建商所面临的挑战 可是很多民众都说 我们一般设景小民想买一栋房 那可真是难得不得了 尤其在台北市的蛋黄区 我们来看看这个统计的数字 让人好感叹 其实呢 年薪破百的房贷族超过了五成以上 还有这样的一个数字 如果呢 你想要在台北市的蛋黄区买一间房 你可能要16年不吃不喝 现在来看国际的局势相当的紧张 尤其呢 是中美还有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那么台湾的东部海域 也罕见的出现了三艘俄罗斯的军舰 这是由日本方面所公布的 在这个月的2号 从花莲外海北上日本 直接穿越了宫谷海峡 那么这样子的动作 当然也被专家分析 无非是向美国跟西方国家挑战 不过呢 这些强国之间 不止在地球上面要占领一席之地 还一路炒到了外太空去呢 我们来看美国NASA的署长 就提出警告 说要小心中国去占领月球 不过这番言论 也让中国外交部立刻做出了反击 说那美国你才要想一想呢 不是制造了很多的太空垃圾吗 还挑起军备竞赛呢 另外来关心疫情 画面上的这位妇人 她的症状还蛮严重的 这是有医生的分享 那么这位妇女 她本身有肾脏病史 那么在家照护的时候 她突然之间咳洗了 因为是确诊 连跑了两家医院 不过因为都说没有病床 她必须要回家观察 还好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医生也提醒 像这种大量的咳血 算是内科的急症 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 需要插管 最好还是住院 比较安全 一人医生单独隔离 还是有可能会让家人确诊的吗 我们来看彰化的这名男子 他染疫之后 自行隔离在住家的三楼 太太跟孩子住在二楼 可是没有想到三天后 七小全部都确诊了 医生去追溯主婴 可能是因为开冷气的关系 却整天又没有适当的通风 让病毒在空气当中停留 另外带你来看高雄的这位屋主 他因为家里头的木座装潢 被蛀虫咬坏了 所以中皇公司就协助帮忙 去找除虫业者 不过呢 这业者他所使用的是 剧毒的零化铝 像这样子的药定来去做除虫 但是没有想到 因为这剧毒残留在空气当中 一家四口通通都中毒送医了 而且非常可怕的是 这四岁的小女儿 因为吸入过量的药剂 虽然紧急送医 还是宣告不治 后来检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发现呢 这个除虫的业者 他们本身还没有除虫的症状 检方也针结 亦过世致死罪 将业者以及当天协助施工的人员 通通起诉 这段话题 则是带您来看 新竹市长林志坚 要转战参选桃源 还没有正式请辞 投入选战 可是现在国民党部分 已经先发动了攻势了 现在指控的是 林志坚在中华大学 以及台大国发所的毕业论文 有涉嫌抄袭 手里头的内容跟另外一位研究生 非常的雷同 还有很多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林志坚在今天呢 也秀出了时间序 驳斥指控 中华大学的两位副教授 也发出了声明 像是呢 陈明通就说 当时呢 是他把林志坚的一些民调资料 跟初稿 给另外一位研究生去进行参考 不过因为林志坚比较晚毕业 所以造成舞会 那么在选举期间 当然是洞见观瞻 那么林志坚现在获得征召 要出来选桃源市长 当然也变成了标靶 那么先前在发生的 八死火警当中呢 就被蓝营的名嘴 认为他姗姗来迟 那么到这次的论文抄袭等等 也让绿营人士说 现在似乎已经要开始 所谓的会领三部曲嘛 而至于恩恩的案件呢 那么现在到底有没有延误就医 监察院已经要立案进行调查了 那么恩恩的爸爸 在今天也前往了监察院 去递交手边的相关资料 那么至于新北市的部分呢 中央也要求是否缴交调查报告 在四号晚间已经提交 预期的部分 我们来看今天本土是加35914例 这个下降的幅度跟预期当中来讲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有点卡卡的感觉 似乎没有办法直接的迅速往下降 所以本来大家还蛮期待的 说这个边境的入境管制开放 有没有可能可以改成零加期呢 可是庄人祥就说 目前看起来可能短时间蛮难推行的 要大家体调 原因是因为除了这本土的数字 降得不够快之外呢 还有就是BA.4 BA.5的这个变异病毒株 可能会在暑假期间 带来另外一波的疫情 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 而台北市长选战的部分呢 现在绿营方面还没有确定人选 那么当然卫福部长陈时中 一直被视为是热门人选之一 可取了解最快在7月13号 民进党就要排版双北的人选了 那么媒体的网络民调 目前陈时中的支持度蛮高的 那当然也被问到 到底有没有要出来选呢 可是先前还有消息说 陈时中萌生了退役 那么陈时中在受访的时候 则是强调 他说他还没有宣布要参选 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退役的问题 来看好消息 这是台北市福音国小千家 世界少棒联盟的锦标赛 昨天跟地主队韩国争冠军 中华小教们真的非常的厉害 玩封了韩国 现在夺得了亚太区的代表权 在8月份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 再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开高震道 那么在货柜航运族群的点火带动之下呢 买盘有进驻 指数是由黑翻红 收盘上涨了132点 收在了14349点 不过呢 外资还是连六卖 今天卖超了2.58亿 投信倒是买超了19.97亿 是连八卖 那么今天留下了长下影线 虽然说今天上涨 不过呢 看看六七月的表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底 所以像现在粉项的ETF 还有高股息的ETF相对抗跌 很多人就把资金投入在这里头 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统计 这是元大台湾50反一 从6月底的第三名到7月4号 其实已经上升到了第二有50.1亿 那么至于元大高股息呢 同样也是往上飙了 现在成交的金额也有31.9亿 国泰永续高股息呢 也上升到了23.2亿元 都是新高的数字啊 很多的存股族啊 还有领袭族都决定要着眼于 这些比较有吸引力的高股息 逢低买进 减点便宜 不想再亏下去了 那至于全职股方面呢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筹码 还是呈现土洋对坐 今天的股价开高走低 还是见到了波段低点 收在了446块钱 还好今天是小涨了1.36% 总股中数呢 还是很多标破了139万人 很多人是逢低进场布局 可是啊 却有分析师认为 台积电的合理价值 是在307块钱 好吧 那这样子的一个预估 当然是参考 很多人对于台积电 还是是做一个长期的布局的 那倒是防御概念股的 电信三雄 现在也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 成为盘面上的少数亮点 尤其是远传 自从宣布并亚太电信之后 这半年来的股价 其实上涨的幅度很高 超过了30% 但是今天呢 是小跌作收 而台湾大跟远传 都即将要上演出席了 外界也相当的看好 那至于股王 系列KY即将要一拆四 今天的股票分拆前 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那么未来面额 会由新台并10块钱 变成2.5块 那么今天股价一早是有开高 不过之后出现了卖压 涨幅迅速收炼 上下震荡超过了7个百分点 收在了2485块 消涨了3.33% 那么未来就会由 信华跟大力光去搅筑 台股的股王了 今天也都是双双上涨的 那么今天盘面上呢 比较抢眼的 应该就是宏达电了吧 昨天涨停之后 今天依旧是开高走高 再飙上涨停 60.7块直接锁死 股价占上了半年线 而威盛集团当中的建达哥立位 同样也是涨停强势 看来在元宇宙的布局 的确是吸引了外资关注 未来电动车是趋势 所以电池当然相对的重要 我们来看台湾的电池业界 要形成三强鼎立了 现在看到是鸿海 砸了60亿在高雄要建电池新厂 那么在这园区呢 其实啊 其实早有布局了 希望2024年就能够到量产 董事长刘洋伟还说我希望能够打造的是 电芯一条龙的产业链 那合作的伙伴呢 包括了中油 中炭 熔炭等等 也都在当时准备要开始的时候呢 来到现场 帮鸿海加油打气 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动土之后 未来能够迎来新的获利 非常的重要 那么另外带你看看台泥旗下的能源科技 也深耕电池领域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先前啊 他们超高功率的三元锐电池 在英国的国际赛车节当中 表现也非常的惊人 凸显出了他们的技术领先地位 所以台泥旗更是领先 投资了120亿去规划了 聂三元电池的新厂 那么瞄准的是顶级的电动超跑 还有太空的科技运用等等 那么甚至啊 未来还跟英国的电动车新创品牌 签署了合作呢 预计在2023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启用了 而至于台塑现在也杀入了电池的市场 旗下的新智能科技砸下了50亿 去建了全新的电池工厂 进一步的完备了集团再包括材料 电池星还有电池模组等等的领域 先进行部署 那么虽然说来看看台湾的电池产业 在全球的赛局当中 比较受限一点就是内需市场小 那么量产起步的也比较晚一点 可是专家认为如果有选对产品的话 台厂依旧是有一转胜的机会 那还有两体改变 这边是一转胜的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